好的,那我们就开始这次远桌讨论 欢迎大家今天下午也是在CurberCon Hong Kong的最后一天来参加我们这次远桌讨论 就像屏幕上看到那样,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是 Developing a Standard Multi-Cluster Inventory API 相信通过这次讨论呢,大家都能对CurberCon Inventory API 还有CurberCon Inventory API视角下的CurberNet多极群的这个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那在开始之前,我想我还是先请台上的这个各位开发者 还有社区参与者们介绍一下他们自己 那我就先从我的右手边开始 大家好,我是邱剑,来自红帽 然后我是Open Class Management项目的Maintainer 大家好,我叫芝音,然后很高兴见到大家 也是第一次参加CurberCon的这个活动 我说就是作为speaker,然后是来自Microsoft 然后主要负责Fleet的开发和Maintain 对 Hello,大家好,我叫徐迪 现在在小红书工作 然后我是SenseF的Bunster 也是多极群项目CurberCon的Founder 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 就是我们多极群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 好,谢谢大家 Hello,大家好,我是任洪彩 然后来自华为 也是Kamada项目的Maintainer 然后今天我们几个多极群管理领域的这个项目的Maintainer 在一起跟大家去聊一下我们最新在合作的一个新的API 好的,那我也趁机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余晨,是来自微软AKS项目的工程师 也是Fleet项目的Maintainer 那大家可能在座很多观众都知道 就CurberNet多极群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波折的历史 我们从KubernetesFederation Kubernetes联邦这个概念的提出 到KubernetesFed项目的建立 再到KubernetesFed项目的重启 从KubernetesFed的V1远变到KubernetesFedV2 再到KubernetesFedV2项目的封存 最后到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有OCM,有Kamada,有CasterNet,有Fleet 这样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多极群管理平台的 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这个过程当中包含了整个社区 对于Kubernetes多极群很多的思考和再思考 今天大概在一年前左右的时间 社区的四个项目 OCM, Fleet,Kamada和KubernetesNet 四个项目的开发者们聚在一起 提出了一个新的努力 就是大家看到的Kubernetes Inventory API 这也标志着社区在朝着 统一的标准化的多极群体验方面 做出了再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尝试 今天是一个非常绝妙的机会 因为我们有四个项目的开发者都在台上 相信大家通过这次圆桌讨论 能够更好地了解Kubernetes Inventory API 也能更好地了解 通过这个讨论也能更好地了解Kubernetes多极群 它的未来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愿景 那我这边也收集了 我们也收集了一些大家关于Kubernetes Inventory API的问题 那我想我们先从最首要的这个问题开始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Kubernetes Inventory API 这个API这个项目它的目标 它的这样的一个用力是什么 那我想先请台上的四位老师先回答一下 好的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其实有一些背景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曾经跟很多的项目去讨论 比如说Argo或者是Q这样的项目去讨论 就是说他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用过Argo 或者Argo去部署到多个群的这种方式 就是Argo今天你还要用很多 用很多手动的步骤 你要去配置每个Acer的连接的方式啊什么的 我们在讨论比如说你如果有一些其他的项目 能够自动的去管理群群 是不是可以去直接让Argo去连接过去 但是Argo给我们的问题就是 那你们的API是不是SIG支持了 我是不是需要为每一个特定的项目 去做一次特定的集成 那么这显然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我们缺少 在之前我们缺少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它是跟项目不相关的 然后对于这些consumer Z3Argo这样的consumer 他们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方式去介入到多个群群 去发现多个群群 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motivation吧 然后那个从多群群应用的角度来说 刚刚就是秋剑谈到是从多群群管理者 可能如果你要跟不同的多群群应用进行一个整合 那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接口 我们就需要单独去做一个整合 做一次做一个integration 可能从多群群应用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今天想用fleet 明天想用classnet 然后因为机口的不一样 那它又需要单独的写一个doc 来做一次integration 所以这个也就是它的迁移 包括将来它的选择 做出了提高了就是有一些难度上面 所以我们就想说用提出这样一个机口 来统一一下这个 可以做到无缝迁移 对 我很同意刚才秋剑跟知音的一些看法 那我其实从项目的角度来去聊聊 这个我们做这个API的一些意义 那其实我在几天开始做classnet这个项目的时候 实际上也会有些struggle 就是因为本身我自己在社区做得比较早 那么对于社区很多的东西 我是这个consect这些理念 这些我是比较认同的 那其实KPiS社区有一些比较好的理念 包括它会把每个项目都当作一个叫building block 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你这个项目 不是说我是一个fully自闭的 不是自包含所有东西的一个项目 那实际上你是需要跟其他项目做一个连接的 联动的 包括刚才提到的Argo City 包括Helm 包括Github 其实相关的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 那我当时在做的时候 实际上我发现社区 其实在这一块集群的 或者说我们需要的这个集群管理 有这样一个class的这样一个定义 实际上是比较缺失的 那其实我当时也在想 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个API去做呢 但是因为很多项目那时候在做的时候 还是基于Kubify的 那时候还没有deprecate 所以说你很难说 我再去跳出Kubify的 再去做一个新的API 因为社区在这里面 会有很多battle的事情去做 那在那个时间点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做这个项目来说 或者说从社区的角度来讲 其实是说你先可以先独立的去做一段时间 那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发现 这个这样一个API的定义是 不光是你自己需要 那你也可以去发给别人去使用 那这个时候再去提出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统一的社区版本的API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 就是那个时间点 我可能就是先 比如classnet里面 他自己定义的一个cluster的概念 但是我肯定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标准的 一个很统一的一个方式去做 对 我觉得刚才徐迪提到一个很好的词 叫battle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希望在 Kubernetes社区去构建一个统一的API的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需要去参考 去倾听 更很多的use case 跟使用场景 那在前几年 我们几个项目开始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场景获取的还不够多 那当时这个阶段如果去 在K8 在Kubernetes上有去提供这么一个标准API 那我们很可能会去 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所以说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其实像我们几个项目 都会接触到了更多的一些场景 那么发展到现在 我们几个项目就再 再站起来一起合作 去把大家所能理解的各种场景 还有各种经验 再带回到社区 然后一起去构建一个统一的API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 这个API不仅能够帮助到 我们几个项目 能够达成一个统一 然后另外一个对用户的认知 也会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不需要去理解每个项目的时候 去再去理解完全一套新的API 好的 那我注意到可能四位老师的回答 刚刚都是围绕着这个 其实有个核心的主题 就是标准化和集成 那么能不能请四位老师 再从这个角度再去介绍一下 这个对于Caster Inventory API 它现在的这个定义 当然这个往往还吃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之前 从很多开发者那边了解到 因为名字上的相似性 有很多用户会把Caster Inventory API 跟Caster API这个会给混淆在一起 所以也想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 说它这两个API 它们之间的这个区别在哪里 对然后其实这个API的定义 在社区有很多讨论 然后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说 它的use case是什么 所以最终我们也讨论 比如说它到底是Caster Scope 或者是Namespace Scope 到底它Namespace Scope的 Namespace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些最终都在它相关的cap里头 有特定的说明 其实最终在Sig里头的想法就是说 就是start with simple 就是它一开始非常简单 不包含任何特定的 或者opinity的东西 它只包含比如说condition 然后一些去反映集群静态信息的一些部分 它甚至不包含比如说 你要收集resource这些 因为有些feedback就是说 这些会导致 会有太多的数据的流入到这个api里头 会导致一些性能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也取决于use case 就是我们还是想从 比较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开始 然后慢慢的去看feedback 看use case 然后慢慢的再去讨论 再去丰富它 就是我可以聊一下 关于class API的区别吧 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人 都会有这样的疑惑 包括我记得在礼拜三有一个session 然后也有同学提到说 这个api到底跟cluster API有什么区别 其实是很好定义的 因为class API本身其实是只关注于集群的创建 就是本身的它的一个生命周期 CRUD可以简单的理解来说 就是我创建这个集群 然后我update它的升级 或者是最后我删除它 然后class profile API其实更关注于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 我是更关注于它的一些某些meta的信息 比如关注它是我是怎么access 我是怎么需要什么credential 需要什么permission 怎么去access这个集群 或者是将来我们做到 关于workload oxidation这一块 可能需要集群的某一些属性 比如你是在哪个region的 你是有哪些resource 其实是更多是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这个cluster 所以它们的侧周面不太一样 对 其实naming其实一直是一个我们中学员最害怕的一个事情 就是不管是写代码也好 起项目的名字也好 其实都会非常的怎么说呢 是一个很折磨人的一个事情 包括我们在做起这个项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是选了很多的candidate 但是其实最后可能觉得cluster inventory 这可能就能够代表我们的一些想法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想说直接用class API去做 但是毕竟有人先做了吧 对吧 我们没办法只能去换另外一个名字 但是换名字不是说我们不能去放在里面 那只是说从单纯管理集群的角度来讲 一个是带0一个是带1或者带2做的事情 那其实你是不太好把两个事情mix到一块去的 因为这样会过多呕和 而且还会带来就是本来我们在做多机群管理 这个class的定义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还处于一个比较alpha的阶段 但class API实际上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provider已经在用了 所以说不管从维护角度来讲 从你API未来演听的角度来讲 存起一个新的API的名字 反而是更合适的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在class API之上 去做一个extend 那我们更多是说我们就是专门的focus在class的本身的管理 我们不做class的creation不strap这些事情 确实我们在理解一个API的时候 其实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首先会去想这个API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我就可以把握住这个API到底是做什么 以及跟其他API的区别 刚才也提到class的API 因为它出现的比较早 实际上这个名字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名字 class的API 然后它解决的是机群的一个provision的问题 那我们的inventoryAPI实际上是在对一个机群的表示 我们有了对机群的表示之后 我们来解决是如何去更方便的让第三方机群 第三方的系统或者是机群管理系统去来跟机群做交互 所以说两个在层次上是有不同 对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在去做这个class的inventoryAPI的时候 实际上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尽量降低其他的项目的接入的成本 或者理解的成本 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定义一个新的class的一个context 就是所有跟机群管理相关的 其实围绕这样一个API去做的 那其实我们也会借鉴class的API的一些做法 就是class的API它是定义了一些spec 但是它并没有具体的implementation 那其实是由各个provider去定义你的spec 和implementation之间的关系的 那反映到我们这个class的inventoryAPI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尽量说 就是比较少的这种精简化的集群管理的这个field 这些地域在里面 然后让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多经营的项目 都可以去实现自己的implementation 那我们看到说caster inventoryAPI 这次其实提出的是一个基于接口的 这样的一种统一的标准化的模式 这跟之前cuperify的项目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那很多开发者就会有 这很自然的就会有这样一问 站在最终用户的角度也好 站在用开发者的角度也好 到底如何来使用这个caster inventoryAPI 如何跟他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去做整合 这个问题不知道台上的四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 对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今天已经在跟 比如说Argo还有Q这些project 做一些很深入的讨论 就是说他们如何把 如何去使用clusterinventoryAPI 通线的一个场景类似于比如说Q它的场景 就是说它需要把它的job 就是类似于AI的job调度到多个集群去 但是它需要能够自动的发现这些集群 去自动的当有某一个集群加入或者退出的时候 它能感知到这个 然后在下一次的job调度的时候 能够去找到这个集群 找到如何去访问这个集群 然后把集群去发distribute到这个 把job distribute到这个集群去 这是他们的 Argo有也是类似的 当然他们是一些长就是long running的service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cluster profile 就是要去提供首先就是说整个系统有哪些cluster 还有这些cluster能够怎样去访问 这些就是基础的对于一些其他的项目来说 你可以去使用然后可以去集成的方式 其实那个昨天还是前天 前天的时候那个有雨晨跟那个秦浩有一个demo 就是利用的是class profile的能力 还要利用的是那个OCM和fleet manager 就是来做怎么来就是利用class profile来分配资源 来去跑AI和machine learning相关的job 从而降低了你的GPU的使用量 然后降低了你 降低提高了GPU的使用效率 然后降低你的cost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那个recording 就是能更好的直观的看到class profile在里边的作用 对其实我们做就是做一个比较通用的 不叫通用叫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大家去介入的语义 因为对于单几群来讲 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API server里面的API去做交互的 你看有个人的operator 个人的controller 他会去reconcile这样的一个API去做 那对于class inventor API来说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会在里面定义了class profile 因为class inventor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API的组合 那里面我们正对集训来讲是有个叫做class profile的API 那我们每一个的多集训管理的项目会去创建和维护这样一个class profile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里面会包含集训本身的一些meta的信息 但是目前来讲我们做的比较谨慎就是meta信息包含的比较少 因为我们会考虑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不希望把这样一个对象变得难以维护 因为信息少了是一件坏事 信息多了其实也是一个坏事 刚刚好其实是最好的 那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 现在API加的都比较谨慎 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几个之间中间也会有很多的battle 但这个battle是比较好的那种battle 就是我们会去考虑哪个API该去加 比较谨慎的方式去做 然后也会考虑到各个集中方在去使用的时候的打开方式 那因为比如说像Argo这种 他可能说我会需要在每一个集群里去部署一些的资源对象 那对于他来讲 他可能说我需要针对于某一个集群有一些的 比如说root admin的这样一个权限 因为他需要去部署很多种类的资源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一些各个集群的credential放到这样一个spec里面去 所以说这样会给很多想通过class profile去做运用管理 包括集群管理的这种比如说项目也好 或者说你的workflow也好 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入方式 你可以直接根据你的cluster去拿到对应的一些credential 进而去访问到对应的一个集群里面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也是考虑了蛮久 就是包括这一颗 但是的设计其实我们是中间是考虑了很久 因为就要考虑到一些security的因素 要考虑到你的接入方式使用的这个成本 因为大家我们不想把这个API变得很难用 嗯哼 对 我觉得这个API在各个项目中的集成 应该肯定都是先基于现在很确定的case来去做集成 包括在现有的项目里边去创建这样的profile的一些对象 以供给第三方系统像Argo这样的系统来对接来使用 当然也是inventory这种API的话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 我们对于说这个API所能够放入的一些 一些meta信息一些语义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我们希望这个API的生命力能够足够的长久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开始在社区定义API的时候都是从alpha开始去做的 但是集群管理这个地方有点特殊 就是我们这个alpha是最好不要有后向不介入这个问题的 对 因为像其他的API我说我可以随时去换掉嘛 但是集群管理这个其实影响的面要非常广 所以说我们就跟横彩聊的 就是我们做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 也是希望大家在用的时候不要有这种担心 虽然我们是alpha 所以这个API未来会以一个比较stable比较好的方式去演进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作为用户来讲 最不希望看到上游有一些breaking change 实际上作为项目的maintainer来讲 也是最不愿意看到breaking change 当然也是为了项目的一个更长远发展 不得已去中间会做一些 但是我们在做这API的时候会去格外的慎重 那慎重其实也留了很多接口 就留了很多口子 并不代表他只是这样 就是将来还要演练嘛 对 就是还会就是演进 所以是希望听到各个consumer的use case 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要加 大家需要什么然后再加什么 好的那刚才斯文老师也提到说 Caster Inventory API 处在这样一个很审慎的alpha的阶段 那因为这个API已经讨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站在Cubernetes API眼镜的角度 其实确实是还处在一个非常年轻 很早期的阶段 那我相信有很多开发者可能很关心的 就是那这个API接下来 他的就他现在的这个开发现状是怎么样 他接下来的这个下一步的发展是怎么样 以及他的长期愿景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请斯文老师在这方面再谈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 我是觉得这个API虽然我们已经花了一年多的 effort去来推动这个API的发展 但是我能看到一个现象是更多的开发者 更多项目的maintainer都已经加入了进来 所以是说他的生命力肯定会比较长久 对因为我们四个都是做多项目的嘛 那相当于这样一个API我们不是说单纯的创建出来给consumer用的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自己也去去用这样一个API 相当于我们自己会吃自己的狗事 所以说从API的角度来讲 我们会去往里面去丰富一些内容 因为坦白来讲 现在我们这个API定义的实际上 并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现在这几个项目的使用 那只是说我们大家把一些最基本的最basic的东西先提取出来 我们先定义这样一个框架 然后未来我们会往这样一个框架里添加更多的内容 那比如说现在来讲我们会已经在网里面去添加一些credential的信息 那在未来来讲可能还会有很多关于多群调度相关的一些特性 我们要加到这样一个class profile的API里面去 那比如说我们会比如说集群的hielce的状态 我们会打一些tent 包括未来对于集群的capacity之间我们怎么样去表征 那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讨论当中 但如果大家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想法 或者说是有场景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去聊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往社区标准化眼镜的一些方式 中间会去征求各个方的一些使用的意见 包括我们自己在去做项目集成的时候 其实也会去不断地去尝试 那我们可能会第一批地去尝先 但是也需要大家去给我们去有一些正向的 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一些feedback 但实际上都可以让我们这样的API变得更加的好 就我来讲一下这个API的现状吧 然后这个API其实现在就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API的definition 可能只有spec 我记得只有name 还有property status里边 最近在讨论credential 其实讨论credential的时候发现可能我们这个API解决不了 一个API可能解决不了 consumer来consumer来access cluster这件事情 可能需要另外一个API来解决 其实你会发现在做的过程中 可能一个API并不能满足一个场景的需求 然后可能需要通过多个API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经过讨论的 然后最近的我记得可能我们agreement就是说 这个credential最后放在status里面 包括放在status还放在spec 其实也吵了蛮久的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然后对 然后最后的agreement可能放在status 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另外一个API来解决 生成这个credential的问题 然后这个那个credential怎么define 其实还没有很清晰 但是大家又需要这样的一个API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将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也跟我们刚刚提到的一样 就是upstream的特点就是可能比较慢 然后比较谨慎 因为大家都要去最后用这个API consumer也需要用 因为我不想引入breaking change 然后只能慢慢引进 也需要大家来发生 来就是来输出自己的平面 对 对像刚才洪彩和徐迪讲的 就是我们其实确实也看到了很多 由于这个API现在的出现 就是说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说一种 就实际上class API 刚才我们讲到class API 但实际上class API正在做一些尝试 就是和这个API class Inventory API集成 然后通过class API再去创建class Inventory API 因为实际上这样就还是得到了一个 可以和consumer单独统一的interface 然后还有一些社区的参与者 在尝试去改进Controller Runtime 然后去集成这个class Inventory API 然后来实现一个多集群的Controller Runtime 就是有一个Controller 它可以去无缝的去连接到多个不同的class里头去 这些都是一些可能的集成 然后实际上 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这个class Inventory 实际上是一个base 就是说你有了这个base以后 可以在机遇之上去 产生更多innovation的这种可能性 好的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那接下来想做一个Q&A的环节 不知道台下的观众有没有想 关于class Inventory API 向台上的这四位开发者 发问的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你 你好 就是感谢大家的分享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 我是DocCloud的 就是可能我们深度使用了Commanda 然后在我们平台的内部就深度 因为相当于Commanda的cluster的对象 是盘古开天PD的第一个产物 然后我们现在想在这上面 可能抽象一个Cluster Inventory 这个 假设Cluster Inventory 引进来之后 它是要把现在的Commanda的Cluster API 或者是Cluster的ClusterNet的Cluster 给替换掉吗 就是所有的控制逻辑都去 list watch这个Inventory的API吗 是这么一个定位吗 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问的比较直接啊 好 那个你刚才提到 其实纠正一下 Commanda并不是盘古开天PD 告诉第一个 甚至Commanda项目也是站在社区的一个 前期的积累之上所演示出来的项目 当然Commanda项目可能比在座的其他的几位 那个项目前进的更早一些 我的意思是那个Cluster的对象 比如说是Commanda这个体系里面 比如说ClusterLite里面的Cluster对象 其实也是ClusterLite这个产品里面的第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CR嘛 我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Commanda是这个生态里面的第一个 OK 好 我不想跟你二个个认识 好 那个说到这个API将来会在Commanda里面怎么继承 其实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所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第一步 我们会很谨慎的去跟第三方项目继承 第三方项目如果有这样的诉求的话 我们会先去把这个API继承将来 比如说我们会提供一个另外的一个控制器 会生成这样的Cluster profile对象 让第三方系统来去读取 来获取群群的信息 就是以一种更标准 更通用的姿势 来去从Commanda上去guide到这些群群信息 那当然第二方面 这个API也在演进 也在演进 有可能演进到将来我们认为它足够的通用 它可以把Commanda现在的这个 能够能够统一的话 我们也乐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的前提 肯定是以一种用户不感知 或者是很少去感知 一种非breaking change的方式 在做这样的变化 对 我也不认为就是在近期内 就是说会出现说 我们直接把就比如说每个项目的API 直接替换到这个API Cluster profile API的可能性 就是说甚至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这两个API同时存在的 就是这个API可以认为是一个接入口 就是说其实有了这个接入口以后 对于每个多基础管理项目来说 也是一个好处 就是说对于比如说外部的Argo 或者其他的项目 想要去使用这些项目提供的Cluster 或者管理的Cluster 它们会更容易一些 它会更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更容易会有一些 就是第三方的项目去接入这个API 而你当然做你作为一个管理这个API的管理者来说 其实就等于说你可以支持更多的项目 像这种其实从我们已知到API的社区来讲 它其实都是一个兼容的状态 就比如说社区它对于Endpoints来讲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兼容的状态 就Endpoints Endpoint Slice 那其实现在来讲 并没有说完全的去把这些Endpoints全部废掉 其实它还是以一种方式在去接融 就跟洪彩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在某些程度上 现在来讲 Cluster Inventory API 并不能够完全的cover它的所有的能力 就是我们已经定义了这个Cluster所有的能力 在某一点我们说 只能说作为一部分的Migration 就是有一部分的能力 有一部分的API的对象 可以用Cluster Inventory代替 但是很多没有完成 或者说Cluster Inventory 并不具备的这种API 但实际上还是需要 我们原来的对象去做这样一个 比如说做一个中转的 OK 我好像后面 应该是可以是最后一个问题吧 你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同学 就是我大部分都是遇到 都是Enduser的客户比较多 那他们大部分也都是有一些多重级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什么希望说 我们能够feedback给你们说 可以让你们去新增这个API 或者是改进的那个咨询 就是你们有没有 比较迫切的希望知道 因为我现在听下来你们好像 比较针对的都是Quetention那一段 去做处理 那如果到实际上落地要真正要应用 我认为应该还有段 就是实际上要implement到客户端 我不确定要怎么跟我的user 去做推荐 那我不如想说 那有没有什么资讯是你们想要的 可以去加速这个进程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use case 就是说也许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class profile API 现在的里头东西 就是说 然后结合use case 就哪些是missing的部分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讨论 也许可以做monitoring 就是多集群monitoring 或者login 或者说做scheduling 但是哪些部分对于您的use case 是不满足的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其实很想知道 然后想要去在这个API里去improve的东西 好的 那我看今天的这个session的时间可能已经到了 非常谢谢大家 然后也非常谢谢四位老师的这个分享 然后如果各位对caster inventory API 有更多的兴趣的话 可以在github上找到这个API的repo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定期的meeting 再次谢谢大家